OK,好,so,我们今天会讲到的是kata gandhi nama diri OK,什么是kata gandhi nama diri 其实就是,我们在马来文里面,有时候有用到我啊,你啊,他 比如说,sire,dia,kamu,akku,mureka,kami,kita,这些,这些全部都是kata gandhi nama diri OK,啊,虽然讲,比如说这个,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我 up i 其实有些细节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啦,OK 好,说他的马术就是这个了 aktu nama di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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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 来取代别人的名字 阿好,今天你的朋友叫小, International sui nama d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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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要的就是你讲话的那个人 就是你自己啦 第二个呢是可读啊 可读的是本能的 听你讲的那个人 第三个呢 就是 就是你在讲着他的事情 他的故事 那个他就是第三个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学校应该都有学过的啦 OK 如果是东高的话就是 一个人吧 加码的话就是 多过一个人的这个叫加码 OK 比浪漢是数量 OK 好 我们看看狗龙漢本工的 OK 所以这个干地那么的 也是在不同的这个 啊 时代啊 年代啊 不一样的 有些时候是用在现代的 啊 摩登了 我们想到摩登 有些时候是用来很古老的 啊 时候 那时候还是有帮帝跟平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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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没问题 啊 OK 啊 啊 在皇宫啊 贵族里面啊 啊 用的又不一样啊 啊 好像皇帝讲自己 我是 太大 哦 不讲杀佑的问题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Gata Gandhi Nama Diri Ptama OK 就是Mangandi Nama Diri Orang Yang Ptutu OK 所以我们这有几个Gata Gandhi Diri Ptama 这些全部都是第一个的 哎啊 还大家记得吗 第一个在哪里是 就把含了你自己在里面的 然后把他讲话那个人在里面 哎 好第一个 阿姑 OK 好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阿姑呢 啊 啊 OK 来 陈涛练一下这个 欢 听到吗 先好 啊 My problem OK 好 这样不用紧吧 OK 啊 啊 等于麦好 你讲一声呢 好 啊 啊 他是用在阿伯比勒本家的当中 别撒到等待出汗 那你跟普通的朋友讲话 不让你跟神讲话的时候 哎 你讲你自己的话就是用阿姑了 啊 啊 就跟你比较熟的人讲话 你不用阿伯 OK 啊 我会用阿伯比勒 啊 懂吗 先好 一些 嗯 刚刚认识的人来讲话 嗯 对了 OK 还有就是在刷山的 Rasmu 我都是Rasmu 温西 啊 温西啊 呃 不是温西 Rasmu的意思是比较正式的意思 是吧 OK 好像你在那种啊 啊 啊 你这种大的场合啊 啊 讲话啊 或者是呢 要 写一封信啊 写给那些 啊 比较正式的攻函 信函啊 你就用Sire了 所以Sire 基本上来来讲的 就是用在 你认识新的人 然后用在比较 啊 正式的场合 你用Sire了 阿伯就比较像是好像 你家常便饭啊 哦 你在家里跟你家人讲话 给朋友讲话 用阿伯了 OK 啊 都汉是神啊 你跟神讲话也用阿伯 OK 啊 Sire的话 就在比较那种正式的场合 认识新的人 OK 啊 好 下一个Hamba OK So Hamba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来 心意练一下这个 Defination 有在吗 心意 嗯 嗯 嗯 OK 那个Hamba的Defination 嗯 嗯 嗯 OK 好 So Hamba是什么时候用呢 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那时候还是有 国王最大的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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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普通人呢 就称自己为Hamba OK 啊 就是好像武才这样的意思啦 OK 好 Ba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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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Hamba什么一样的意思啦 啊 Di gunakan oleh raya 阿伯了 bercakap dengan raja atau sultan 啊 当你跟国王或者 sultan讲话的时候 OK 你就称自己为Batek OK 啊 好 Peta Peta 是谁用的呢 啊 啊 Di gunakan oleh raja 啊 di gunakan oleh raja OK 来 千封讲一下Beta是谁用的 啊 谁可以用Beta 哎 千封啊 没有反应了 啊 嗯 嗯 谁可以用Beta 啊 啊 哦 王了 对了王 假设今天你是王必 哎 你讲我 哎 你不会讲Sire 你不会讲阿姑 你要讲Beta 啊 这个是只有王才可以用吧 啊 啊 啊 今天讲啊 我是王上 我要去外面玩 OK 啊 啊 我不讲Sire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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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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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ana 所以咖咪在什么时候用到呢 就是说 它包含的我们呢 只是那一堆人罢了 就当你跟另外一个人讲话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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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包含它的 OK 可是如果你是用Gitter的话 它是 它是包含有 包含有那个 欧让可读过的人 你跟阿丽讲话 你讲我们去大扫厨 阿丽跟你一起去大扫厨的话 就用Gitter 你跟阿丽讲我们去大扫厨 可是你讲的我们是没有包含阿丽的 这样我们就用咖咪了 可以明白吗各位 要懂得分辨 Gitter跟咖咪 很多学生呢 每次忘掉 我应该选Gitter就选咖咪了 只要看你包含的那个人 不过我们有没有包含在那个听的那个人 OK OK 好 So Bertama的我们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可读我的了 OK 第二人称 OK 这个我们叫第二人称 好 收藏第二人称就是讲着你的意思 好像我这样我在跟你讲话 你就是第二人称的 OK 然后第一个 Anda OK 什么时候可以用Anda呢 OK 你用Anda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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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在 好像 你跟那个人讲话 那个人就在你 对面吧 OK 你用Anda OK 然后阿瓦呢 阿瓦有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阿瓦呢 是用在 阿瓦就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了 就是第二人称他是跟你很 啊 很亲密的 关系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 啊 你的兄弟姐妹啊 啊 你的老婆 你的老婆老公啊 OK 就阿瓦了 就比较跟你close的人 OK 就用阿瓦了 啊 就好像可以讲了 阿瓦是用在比较close的人的 啊 Saya 就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了 啊 啊 啊 还有Enkau Enkau Enkau 就比较少看到了 哦 Enkau 也是你的意思 OK 啊 你跟那个Undodiri 阿瓦可多亚 Rapak 也是这样 我们比较熟的人 还有 跟神讲话 而且你跟神讲话 讲神是你 讲神是你的话 你要用Enkau OK 啊 通常问考试 很早会问到你跟神讲话的 然后内容 OK 那算断韩巴 给断韩巴是什么呢 啊 啊 来前后练一下这个断韩巴这个本主答案 哎 没有反应的 哈喽 哈喽 你们听到我声音吗 又累了啊 不是啊 听到啊 听到啊 OK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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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各位 好,下一个是短故 OK,什么时候用短故呢? 你不能跟阿伯比勒 不要加加跟跟拉扎 当你跟国王或者说到讲话 你就要称他为短故了 还没讲,咖慕咖慕,我不要啊 OK,那个国王啊,叫短故 好像我们有听到 Doulard 短故 OK 就是这样子了 OK Galian 什么是Galian OK 你不能跟我们有个人一起讲话 你要去约一堆人来一起讲话 你们来跟我讲话 不用讲Galian OK 那算是Kamu Kamu也是很常见到的 你不能跟我们有个人一起讲话 也是一样 当然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人 你可以叫他Kamu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阿伯 跟Kamu 或者Nkau 都是属于 跟你有那个 Rappart 的 密切关系的 安大了就好像是我们坏的 明亮 明亮 好像今天你是做生意的 有人来找你 要买你的 产品 安大了 好像这个安大好像比较有礼貌这样吧 啊 就这样子了 可以吗 各位 可以啊 啊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 OK 第三人称了啊 OK 啊 来请练一下这一个我还来的句子 啊 啊 啊 你跟阿丽讲话,可是你讲到阿命,所以阿命就是那个地产人称咯,他的意思 ok,我们来看看他在讲什么 ok,好,第一个,Baginda Baginda,我想你不应该懂事用在谁的身上咯 也是一样啦,用在皇帝的身上 把这个事业用等于讲他,你讲的那个他是皇帝,你就用Baginda 你不会讲皇帝是低的,不可以 因为皇帝是很高的一个地位嘛,所以你要用Baginda ok,看到吗,Baginda 用在皇子啊,公主啊,或者是国王这样咯 下一个,Baginda 什么时候用了Baginda 来,先封离一下这一个本研案 ok,来,先封离,什么时候用了Baginda 就是,当你讲那个他的时候的那个他,他是很,比较有地位的啦,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老师啊,或者是领袖啦,或者是首相啦,然后大陆啊,然后部长啊,然后他本了啦,然后比较有礼貌的他 然后,dia dan她的一个人就比较不通啦,的话 然后,或者该让人公众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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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公众 第三人称的话就比较少,不像第二人称跟第一人称这么多东西 第三人称比较简单,只有四个罢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错与对的例子 来,你先练第一个例子 为什么这一题我们选用 kami的话是错的 为什么我们要用kithub不用 kami? 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这样做,而不是他们吧? 对了,因为他讲嘛,我们 我们不需要认署 before那个比赛开始 Mutu跟Aju讲 Mutu他讲的话是没有包含Aju在里面的 但是现在,Mutu跟Aju都是一起比赛的嘛 所以要用,已经包含了那个 好,Sing Yi,第二个例子 这一句呢,他的错误就是 因为我们在讲到车嘛,讲到车,因为它是从日本 净魂怪的 因为它是一个物体 它不是人 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地放一个Nia 我们直接讲 Granna 比Import to Japan就可以了 这个Nia是没有必要的 OK,所以他是 有生命的人啊 动物啊就可以了 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是讲的 Belial di Perkas Karana Delibat Dalam Case Belib 1 OK So,他被 被抓起来了 因为他涉及这个欺骗的罪 So,我们可以用Belial吗 这个时候 可能不能够啦 因为我讲过 Belial是用在什么人身上 好 用在很有地位的人身上 现在这个人是涉及欺骗案的罗 所以我们用Dia就可以了 不能用Belial啊 所以你讲那个人是 有很大贡献的 这样他可以用Belial了 OK 好 来,先要念一下这一个example OK OK 在这个时候我们用Belial用Belial OK 为什么呢 因为Hamba只能够用在 你的主人 OK 或者是 啊 那个 阶级打过你的 你可以叫自己为Hamba 可是你是跟谁讲话 你是跟Sultan 啊 你跟Sultan或者Raja讲话 你不能用Hamba 你只能用Batek 要特别记得 你不要以为Hamba Sultan也是可以用Batek OK Sultan的话你要用 称自己为Batek OK 可以明白吗 各位 OK啊 啊 啊 下一个 他讲啦 Kaki Tangan Sharika Iniciatia Monolong Account OK 啊 这间公司的Kaki Tangan 你不认为Kaki Tangan 是手脚啊 Kaki Tangan的意思就是 员工啦 这间公司的员工 准备要帮助你 OK 啊 我们不能用Nkau 我们用Nkau 为什么我们不用Nkau呢 还记得Nkau是给谁用的吗 啊 啊 Nkau是用在跟你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吗 对对 啊现在 你要帮助那个人 他跟你不是很密切关系的 你就用Nkau OK 好像0的意思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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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看过要放两个Mariqa的吗 啊 啊 总之考试你们看到有两个Mariqa 放一起了 这肯定是错的 OK 因为Mariqa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OK 一个Mariqa就好了 OK 没有必要他们又他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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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明白吗各位 啊 啊 OK 所以有了这些啊 比较会更加容易明白咯 啊 要如何使用 啊 啊 下一个 Nkazan OK Nkazan就是他帮你们 啊 做一个好像 啊 简单你们背的啦 啊 啊 第一个人称啊 啊 东高的话有什么呢 啊 啊 啊 所以 Jama OK 比较 比较多人的就是我们这样咯 咯 啊 如果是第二个人称的话 OK 就是本能啊 听你讲话那个人 OK 就是可以讲 有你哦 这全部都是你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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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部都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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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不同的人讲话啊 啊 用的你都不一样了 OK 然后这些就是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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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第三人称 OK Dirik 就是用在他咯 啊 啊 讲他的时候就是 Dirik Nir B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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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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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问题吗 各位 嗯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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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太难啊 OK 啊 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了 Cutter Ganti Namma Dirik Sync OK 啊 So 什么是Sync 咧 怎么才会 啊 帮我highlight的这边 先插标 啊 OK 好 性格的话呢就是好像说短的意思 OK 你可以看到这很多exemple 比如说高啊 孤啊 木啊 Nir 啊 好像高是怎样买的呢 OK 他是出自方 很高 啊 比如说啊 Sync 很大 高 啊 啊 或者是 Rukis 啊 嗯 就是我们不要用高文字用 高也是可以啦 OK 明白吗 各位 啊 啊 哈 明白 明白啊 OK 下一个是 固 固是源自于什么 什么词 是from 固的意思 比如说 我的脚很痛 我们不要这样 就这样子了 穆是源自于什么 是源自于 你 你的愿望我将会帮你实现 原本是Hasrat 你可以用Hasrat 或者讲 你的弟弟很厉害 唱歌 不是Hasrat Nir 是可以用在 好像Dir 我用Nir Kakak Nir Mundu Di Luan Nir 她的姐姐在外国深造 Sertiap Kesara Hasrat Blasan Nir 她所犯的错误 到最后 都会由她自己来 承担 那个Blasan 那个结果 好 有问题吗 这些比较说短的 Kau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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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比较 原则有什么词 这边还有说给你们看 怎样是错的 怎样是对的 这一个例子 Wanna Apoyang Kau Mina Tanya Azim Shafiq 所以正确的要怎样讲呢 Wanna Apoyang Kau Mina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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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yang Shafiq Ku Ku Apoyang Ku arising Ku 靠 啊 巫啊 黏在一起的 黏也怎样黏在一起 所以千万不要分开 它不是一个词来的 或者是 你们两个人没有做工 这样就不可以用木好了 一定要用大木 不是每次都可以用木啊 高的 高佛露曼迪拉亦,不能够啦,一定要用恩高啦,ok 总之你们要记得啦,你的歌木恩高是放在第一个字的 你不可以用木啊高啦,这个木啊高啊,只可以用在后面的 一个东西后面的,ok才可以用 可以明白吗各位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example,就是当你跟神讲话的时候 加上一个神,啊,图汉就是神 ok 亚阿拉,阿布蒙子摩摩昂摩摩汉沐 神啊,我请求你的宽恕 因为像你讲到你是神吗,所以你的那个,麽啊,要大字母 神会经常宽恕 他的子民 so 因为讲的他 Near是诸汉嘛 神吧 这也是一样咯 你的Near的Near大字母 前面要发一个Dash ok 总之你们要记得了 当你讲的那个 人 那个他 那个你是神的话 他只要一个Dash的一个大字母 ok 明朗吗各位 ok so 这些很好用啊 尤其是啊 有时候问在那个 so 啊啦 要你们找错字啊 你们要懂了 ok 应该没问题啊各位 可以吗